好 现在护肤品和化妆品已经说完了 现在下一波呢 就是我们海外党最最期待的 可能只有我最最期待吧 因为我是个吃货 那就是吃的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把它们都从箱子里拿出来 然后放在一个袋子里面 但是这个袋子呢 你们要想象一下它有多大 你们可能想象出来它有多大 我就给大家先看一下 我所有的吃的 我把它们装在一个什么样的袋子里 我已经提不动了 我就给你们展示一下 你们看 是不是很夸张 比我 肯定比我还大 就这么大 拿到什么是什么了 首先就是最重包了 我的 因为我是西安人 西安人有什么特点呢 西安人的口味就是辣 那我就带了很多辣椒 首先这一包 这一小包 也不算一小包啊 其实是一大包 我爸给我买了两斤 然后我实在是带不了了 我就带了这些 然后这包本来是满的 因为我分给了我这边一个朋友一些 所以就 其实是两大包这样子的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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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啊 然后呢 除了辣椒以外 还有用那个辣椒磨成线磨的辣椒粉 也是因为 我爸也是给我买了两斤的辣椒粉 但是我带不了了 我就带这些 对 其实是装满的 然后因为我又分给我朋友了嘛 然后就剩了这些 耶 哇 作为一个西安妹子 真的是 我的这条命在得 我都是辣子给的 然后下一个 大山楂丸 帮助消化的 大家应该都认识吧 因为这个超级好吃 马丁是把它当糖吃 你知道我们这种酸酸的那种味道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都吃过 然后因为马丁马 它总是当糖吃 我就说 所以这种买了三大包带回来 它这一包是四十个 所以呢 就应该能吃挺久的吧 下一个当然是人手必备的 罗斯粉 我买了六包带回来 对 就是这个 下一个是我妈给我分出来的一点那个 蘑菇 不是蘑菇 这个是松茸 鸡松茸 还有这个是牛柑菌 对 你看 这是妈妈妈的心意 从家 离家以后就是 靠妈妈给的东西活 我妈说这个熬鸡汤的话 你会特别特别鲜 这样子 对 下一个是我超级 哎呀 有点压烂了 不过没关系 是我超级爱吃的 那个桂林糕 不知道你们爱白吃 有些人就喜欢啊就会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就会特别讨厌 然后买了两个口味 一共四盒我带回来了 因为我们这边的亚超好像没有卖的 我没有看到 反正这个是一个绿豆 奶香绿豆味的 一个奶香红豆味的 然后里面带的是一个蜂蜜 对 一盒 一个蜂蜜和一个那个牛奶绿豆 牛奶红豆这样子 下一个是我在淘宝买的一些零食 然后 鱿鱼方 这个 我买了两盒 然后我那天已经没有忍住 你们知道的 我已经打开了吃了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呢 有点干 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 特别劲道那种嚼的那种鱿鱼 所以 不是特别的喜欢吧 但是辣 辣的口味还是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口感 怎么说呢 我吃完这两盒应该不会再买了 下一个也是零食 是 去骨鸭掌和去骨凤爪 这个还没有打开 下一个是我们陕西的特产 西安的 对 陕西特产 酸梅汤 你们知道吗 然后用这个是酸梅粉 可以用粉冲嘛 然后我各 就两种各买了两包 一个是这样子 这个传统的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包装的酸梅粉 然后呢 这是一种比较新的包装 这是桂花酸梅粉 对 这个就是传统的酸梅粉 我各买了两包 把家乡的味道带回来 下一个还是零食 是一个麻辣味牛板筋 我买了三包 一 二 三 这个包装好可爱呀 不错像那种吃的包装 是吧 你们记得吗 下一个 海带香辣味 像我这么喜欢吃海鲜的人 海带当然是 也是我的最爱之一啦 因为我这些吃的买的都 每一种买的都不止一袋 但是我就拿出来一袋给大家看 下一个是这个 臭豆腐 香辣味的 然后是产地是湖南省长沙市 我觉得应该还算正宗吧 但是还没有打开吃 舒服 被吃的吸引来了 往我家猫猫 猫猫 下一个是 这什么 我都忘了 哦 香辣 鸭汁 这个我已经打开吃过了 挺好吃的 但是有点硬 我觉得 但虽然鸭汁它本来就是硬 但是这个就是有点 干和硬 怎么说呢 但是我喜欢吃鸭汁啊 没办法 对下一个就是我特别爱吃 我在上次有一个视频里面也推荐过的 茶馍芋 当然了 我也已经打开了 这次我买了两包 虽然我 因为我这边也能 在德国也可以买得到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么多袋 或者 因为我其他的吃的实在是买太多了 就这样 茶馍芋 让我看看它有什么 下一个还是一个 脆海蛋 斯密达 为什么斯密达 海之脆 脆海蛋 然后这个 我也是打开吃过 我在当下国内的时候就没有忍住 已经打开吃了 然后 也是那种小包装的 它 怎么说呢 第一口 有点软 它不是那种脆的 但是后来就慢慢脆了 可能就 有的脆 有的不脆吧 它说是脆海贝 就还好 哦 下一个 哎呀妈呀 弄坏了 下一个是 也是调料 是一包花椒 一大包 是花椒 是那个 韩城大红袍花椒 陕西 韩城 你们知道 韩城是一个 城市吗 是一个县 还是 反正就是陕西的一个地方 韩城 然后他们产的花椒 就是 韩城大红袍花椒 是非常有名的 这么大一点 我妈给我买了 400克 你看 西安妹子 就是爱吃麻和辣 还有酸 我现在收到花椒和辣椒 我都好开心呀 下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 牛百叶 其实我是想 今天给大家看吃的的时候 就把它们都打开 然后尝一下 但是我觉得 是有点 实在有点太多了 我可能吃不了 所以我就先 给大家这么看一下 我看到还有什么 百春饼干 你们知道吗 这个 棒棒加薪的饼干 然后 因为马丁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马丁吃了一个 这个抹茶 味儿的 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 这个抹茶味儿的 我们总共买了六盒 其他的都是 然后有一个提拉米苏味儿的 买了两盒 这两个就是各一盒 这个抹茶味儿 它还要带到单位 给同事吃 因为他们都过来 好像很少 有认识抹茶的甜品什么的 然后 就让他们列一下旗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 百春 就是它有一个 百旗 对吧 百旗是那个抹茶 在那个饼干棒的外面 是一层那个抹茶的那个 糖衣 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这个好吃 真的 我推荐你们 超级好吃的 抹茶慕斯味儿 筑心饼干 这是什么 拍� 很美味 好 是 中国人 跟活 :「 são ì eu 过 我们 一起